诗诗记 第二章 听从我的话,为何这样行呢?因此我又说,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,他们必做你们泪下的荆棘,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 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,百姓就放声而哭,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,就是哭的意思,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 从前,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,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,占据地土。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,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,百姓都侍奉耶和华。 耶和华的仆人嫩嫩儿子约书亚,正一百一十岁就死了。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,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亭拿西列,在加石山的北边。 那世代的人,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。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,不知道耶和华,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,去侍奉诸巴利,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,他们列祖的神,去叩拜别神,就是四维列国的神,惹耶和华发怒。 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。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,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,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,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。 他们无论往何处去,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。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,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,他们便极其困苦。 耶和华兴起士师,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。 他们却不听从士师,竟随从叩拜别神,行了邪淫,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,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。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,就与那士师同在。 世师在世的一切日子,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 他们因受欺压扰害,就哀声叹气,所以耶和华后悔了。 即至世师死后,他们就转去行恶,比他们列祖更甚,去侍奉叩拜别神,总不断绝顽梗梗的恶行。 于是,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。 他说, 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,不听从我的话。 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,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。 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,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。 这样,耶和华留下各族,不将他们速速赶出,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。 ııı